我现在的MacOS版本是最新的14.4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设置iCloud的密码于20串中 不论你是打开或者关闭20串同步 都会弹出extension process的报错 并导致操作失败 苹果发现了这个bug并进行了修复 不过修复的并不漂亮 现在点击同步smack 虽然没有弹出报错 但系统好像漏掉了你的指令一样 点击后没有任何的反馈 所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都会紧接着尝试点更多次对吧 那么连续的点击会让设置这个app 在bug的催动下彻底卡死 这个时候你想点击完成 退出窗口为时已晚 需要强制关闭才能退出 那么强制关闭以后 重新进入刚才的界面 会发现我们的操作其实是成功了的 没有人会因为点一次之后 没反应继续干等 所以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大家毕然会触发这个bug 苹果修复一个bug 再留下另外一个bug的风格 在这代系统里面特别明显 比如macOS 14.2版本更新 修复了中文输入法 触发风火轮的问题 但同时也让输入法的 自定义短语失效了 现在将邮寄地址 设置成快捷短语 那么不论是在中文 还是英文的输入状态下 敲入这四个字母 都会出现自定义内容 自定义短语的失效 让一大批用户都抓狂了 好在经历了两个月的等待 macOS 14.3发布后 苹果再次修复了这个问题 那目前呢 还有一个能稳定复现的bug 就是钱包与App Pay里 添加银行卡的操作 我们点击后 只会出现一个 添加卡片至钱包的弹框 点左边的取消 操作失败 而点右边的进一步了解呢 会跳转到一个英文的网站 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根据苹果官网上的介绍 只要你登录了Apple ID 就能输入卡片信息 这种指引和实际操作 相互矛盾的现象 的确不多见 刚才分享的那些bug 会对用户造成不小的困扰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 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是不是操作有问题 是不是电脑有问题 最后我折腾一圈才发现 是大家都遇到了这样的bug 而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情况呢 就不仅仅是困扰的程度了 我自己都和它缠斗了好几天 在刚升级到MacOS Sonoma的时候 我的Apple ID那里 会出现一个条款更新的红点 其实顺利的话 只要点击同意 输入一下密码就好了 但总有一些倒霉蛋 比如我碰到了苹果更新的bug 点击更新后 卡在这里无法操作 导致我Apple ID所有的功能 都处于休眠状态 更逆前的是 我退出Apple ID 重新登录 居然还会卡在这里 有的人跟我遇到一样的情况 重新登录就好了 但我并没有 这真的太难了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需要退出现在常用的Apple ID 登录另外一个账户 这个时候呢 可以顺利的同意条款 然后再换回我的 才能消除掉那些红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麦克云克堂 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keeper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